SUNA 君はもだかの SUNA 君はもだかの 沖繩了三線琴 搭上原住民传统舞蹈 这里是基雄近年最夯的打卡景点 正兵渔港色彩屋 有科技公司与在地业者合作 共同向经济部申请 城乡创生转型辅导计划 创立了正兵渔港第一间创生中心 透过VR等数位科技串联原名文创及历史 希望提升和平岛色彩屋周边经济发展 这个地方创生不同点是我们这次或者是中央经济部的补助 然后在全国330个案子里面却平而出了少数其中之一 然后算是一个基隆市最大的创生的计划 然后它整合现在运用的四个数位科技 循环经济然后还有体验经济 然后整合我们这个计划发掘的地方 和平岛彩色档案这个区域的四个大元素 就是历史 文创 古迹跟美食 我们希望来创造繁荣地方 然后鄰居地方的共识 然后增加人口来移入 青年能够回来这里 然后创造这边的地方创生的经济 像漂亮木制作的艺品 还有这个用拉环制作的包包 就非常具有原名色彩 注明把我们旧有的那种会瓶盖啤酒瓶盖 把它变成一个用纯手工做成的一个包包 这些还有他们自己手做的手雕皮雕商品 都是还有我们把那些绘墓头整间的绘墓 像这种漂流木都把它变成是一个有用 可以再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多位市议员都出席这场开幕活动 提供展示空间的原住民市议员陈明健 也很认同业者的做法 这个地方原本是我的服务处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非常乐意的来协助 所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 大家一起共同为我们基隆市 这些的有一些创意的 尤其是年轻人 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我们这个正兵一港 甚至这个彩色屋 这部分能够带动 作为我们全台湾也好 但国际上能够都是一个 我们最好的一个景点 希望在这个活动 能够让多一点我们这个游客 能够知道我们这边的特色 尤其对我们原住民的了解 那也希望我们有一些好朋友 能够多多来持游 信用市政府裁判处长黄坚峰表示 近几年基市府在这里举办多项活动 还将周边红砖屋打造成清创基地 就是希望让这一处北台湾发展 最快的光景点 能有效带动周边发展 因此对于这一次 由中央辅导的色彩屋 注入地方新活水计划 基隆市政府乐观其成 我们也很开心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那公司就在这边 在我们正面和平岛 彩色屋这边 拿开了创生 地方创生基地 那我们也知道说 这边有LRBR 那还有融合原住民 以及在地的元素 我觉得这是一个地方创生 相当好的案例 彩色屋注入地方新活水站不站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